那天女孩 全力突破 總隊長來了 嗨囉 那大家可能會有點疑惑總隊長是在幹嘛的 但其實今年有點比較不一樣的是我會加入我們的管理團隊 跟他們一起討論所有女孩的規劃 然後生涯發展 然後甚至是給出意見 然後讓他們去採納 可以更完善的去管理所有的女孩們 那其實總隊長有點像是 球員裡面的總教練的感覺 就是把所有的女孩們 分配到他們該去的位置 然後他們適合在哪一些地方這樣子 然後那其實大家知道 樂天女孩人數非常多 今年來到34位了 那人海戰術 我們不只人多 我們所有人都海多才多藝 所以今年呢 分成紅白兩隊 學姐隊跟學妹隊 那之後呢 我們會再分戲分成各個小分隊 會去以綜藝 然後歌唱 舞蹈 甚至是模特 四個大方向去 幫大家分成小隊 讓所有的女孩們 都可以在這個團隊裡面 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後更加的完善整個團隊 然後把整體的實力再往上提 我們是最強的本土啦啦隊 地球突破 今天應該是桌子最長啦啦隊 耶 太棒了 對 打贈 打贈 站那裡 打贈 五年 桜 不會